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今天請來南方東野Kenneth,Kenneth你好 大家好 為何今天請Kenneth來呢? 因為有ETF生產登上場 提到ETF交易所買賣基金 過去半年,很多不同的投資者或網民 不停問操作應該怎樣做 還有有沒有特別的風險需要注意 所以今天請Kenneth和我們慢慢解釋一下 Kenneth,如果提及指數,大家都在怕地緣政治風險 但由早到晚,應該是黃金價格最多人說 因為剛才看到,今天一直掃,完全沒有停 現貨金穿了1940 我看到遠期期金,其實是1960以上的位置 ETF流入方面,是否踴躍還是已經看到人食糊? 很踴躍,其實我們看到,如果你看到一些黃金ETF 如果你看到整個上半年度的資金流入的話 其實是超過了350億美元 350億美元 所以其實投資者對於黃金的對沖風險能力 或者他們的需求是越來越大 特別是你看到地緣政治因素 以及說疫情的關係 因為疫情令到各個央行不斷加揚人資 他們引了很多很多人 不斷放稅,支持經濟發展 令到某些國家的貨幣貶值 特別是美元 所以就變相利好黃金的價格上升 你說目前來講,黃金應不應該套利呢?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1900已經歷史新高了 但有些大行看到2000也未到 打花八折都應該有水位 如果以我們看法,站穩了1800應該繼續加貨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整個需求是未完全回來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令到很多真正的黃金需求 例如中國、印度這些國家 其實很多的婚宴、各國 因為這兩大國是一個叫做黃金的入口國 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之一 如果疫情減退之後,重辦一些起興活動 這些黃金的價格會繼續 黃金的需求會不斷上升的情況之下 令到黃金價格仍然都有上升的空間 所以其實投資者如果真的要看黃金的話 是要看整個的供需 因為供應是有限的 大家知道每年開採黃金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少 所以你說黃金可能1800已經是我們叫做一個明顯的一個底 如果現在來講,拿著實物的黃金ETF 是可以做一些槓桿的補儲 其實說真的,黃金大家都知道 看供需,大家就知道疫情底下影響大 譬如印度等等那些本身的需求大國 看到實際的需求就減得很重要 不過投資需求依然佔大比例 所以大家覺得,繼續要搶上去 不過Kenneth就提到 如果黃金繼續要捕捉升浪 可以找一些有槓桿的產品 香港有選擇的,不太多 而最近有很多網民都會問 其實當中涉及的風險有多少 因為你見,如果你的產品有時候又不太適合 你加過兩倍槓桿下去 如果有什麼事下來的時候 那我就真的佩戴了一個跌幅 其實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令大家更加明白這個操作 是,因為坊間投資黃金有很多種工具 例如一些黃金期貨 或者一些紫黃金 或者你買實金 或者實物黃金ETF等等 如果是好像南方東英的槓桿 兩倍黃金的話 應該是在香港市場唯一隻 其實對於投資者來說 和買期貨的區別 就是風險相對沒有那麼高 因為大家都知道期貨是會抗花展 而且槓桿高,高風險,高波動 會容易令到投資者損失全部的本金 但如果你有兩倍的話 就是基金公司幫你做操作 可能我們每一年會轉倉五次 而你會知道黃金的倉位 可能大家會怕了油 是啊,之前 因為負油價的關係 所以我們出黃金的時候 都經過證監多重的難關 才可以推出黃金兩倍的產品 但其實相反我們看回 黃金是相對較安全的產品 因為黃金第一,運輸成本低 以及儲存的成本亦都相對較高 大家寧願收了舊金都沒有所謂 不會扔好像油桶一樣扔出來 是,不會說要將船運到公貨 是,派中間不動 所以我們成本大到低 所以這個成本低 會導致黃金和實金的差價不會太大 而導致期貨的高低水也不會太明顯 所以我們轉倉的損耗也不會太大 這個亦都是我們投資槓桿黃金 為甚麼今天會破成交的其中原因 就是其實投資者看好黃金市場 而且他們利用一個兩倍槓桿 相對風險又沒有那麼高 去提升自己黃金倉位的一個槓桿部署 其實ETF如果黃金相關的 只是說過一個星期 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概念的流入 是有多麼誇張的錢 我想其實這隻ETF其實上市資金 都不超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其實已經有超過接近1億6千萬的資金流入 對於一隻槓桿產品來說 成績已經相當之好 相反你看看全球的ETF流入 剛才所說半年 350億美金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也是半年時間內創了歷史的高位 圖中所見大家也看到 大家有時會選擇的產品 例如240 就是環球最大的黃金ETF 今年來資金流入不停創新高 應該的持倉 今年來已經增加了超過30% 不過留意著 它本身的特質就是沒有槓桿 所以比較貼近黃金的走勢 另外有槓桿選擇的 就是另一隻七字頭 見到就真的一個W上去 似乎都像你所說 是管理到的倍數 都挺合理的 是的 如果你看圖表 你會看到黃金 如果六月到現在為止 即是我們上市至今 其實我們六月份左右 我們時間上市 其實升幅是有超過兩倍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槓桿產品 而這些槓桿產品 要重複不斷說的 就是它會每天調倉 即是我們要確保另一天 可以做到兩倍的黃金 所以我們就要每天調倉 而這個動作 是一個複合效應 一個簡單的數學題 就是如果單邊市 你見到由六月至今 黃金的升勢是很明顯的 所以這些單邊市況 就會導致到我們額外回報 所以你看到實物黃金 或者實物黃金ETF 升了大概10%左右 而我們的產品 是有一個叫out performance 即是一個額外回報了 大概3-4% 我想問通常你期間轉倉 譬如我看月底又再轉倉 譬如8月正在12月期間 其實在轉倉前後一兩天 ETF的變化大不大 其實我們強調是即日轉了所有倉位 我們在7月23日的時候 已經將所有倉位由8月份轉到12月 而是一天全部做了 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 你只需要承受到那一天的一個高水的情況 大概1%左右 每一次轉倉都會有損耗的 所以我們強調這些產品 如果真的要做投資者教育的話 是不應該擲太久的 這個亦都是我們不斷強調的 先了解後投資 所以投資者如果你說承擔到風險的 你覺得損耗不要緊 我看好黃金升勢 好像這個圖表上面這樣 你見到其實有額外回報 已經可以覆蓋到轉倉的風險 OK 大家剛才自己選了任何一款ETF 就可以上你的ETF發行箱 看看你的產品 譬如什麼時候轉倉的日期 又或者一些特性 應該全部都有在 沒錯 大家真的要做足功課 不要打算閉上眼買進去 Kennie和你都說了很多 有關黃金相關的一些看法或者產品 我想最近為何大家買黃金 其中一件事就是因為市場風險也挺多 剛才提及過地緣政治風險 疫情 很多經濟環境 現在又覺得好像未必做到V型反彈 大市的波幅就很大 如果在ETF市場上 看不看到很多投資者 傾向為自己的倉做對沖 而做很多反向的ETF產頓 其實是多的 你說自3月以來 其實這個V型反彈 對投資者來說 特別是零售散戶投資者來說 他們是不確信這個聲勢 所以其實當市場不斷往上升的時候 我們一些全香港有很多的恆子 國子的反向產品 其實多了很多投資者部署 特別是恆生指數的反向產品 因為可能省戶投資者 他們覺得市場上有很多不穩定因素 即是當恆子去到23000多 升到25000點左右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這2000點的水位 其實是不斷有投資者的資金湧入7500 而這個資金 我們從3月份開始計算 到現在其實已經超過30億的資金 30億左右 是的 所以其實你說對沖的需求是很大 或者你說投資者的情緒 仍然都是偏淡一點 但是相反 某些市場 例如美國的納資 納資都有反向 是的都有反向 但是納資就很難鬥氣 因為始終這個V型反彈 科技股 是遠遠跑贏了傳統的經濟 怕一旦掉轉就夾到 是的 其實有很多蟹貨 如果你說真的做這個納資反向 其實有很多很多蟹貨 所以投資者千萬不要鬥氣 這些產品 第一件事 要懂得設置一個止洩位給自己 就是說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應該做反收補處 或者你本身拿著證股 你在對沖完這個時候 就要沽了自己對沖的部署 就是防守性的策略 要處理得很好 剛剛說到有個行指方面 做一個買保險的工作 另一邊 如果大家對A股有興趣 其實今天也有一些新選擇 因為我想大家如果有投報紙就知道 今天新鮮熱 有四隻跟A股相關的ETF登場 當中有兩隻就是南方東鷹都有份 所以馬上也要來幫忙說一下 今天市場反應是怎樣 當中有一隻就是7233 就是買A股看好的 正向ETF的 有槓桿兩倍的效應 另外那隻就是7333 就是一個負一倍 是一個反向的ETF 如果你看淡A股 有機會就是選擇反向ETF Kennifer 我見今早本身的成交 就真的挺不錯 真的熱烈 如果你說由一上市到現在為止 其實全日的成交額 是高達二千多三千萬 我們說正向那隻 但相反反向那隻 我們預計反向那隻應該正常熱烈一些 但怎知道原來 正向的成交額是高於反向的成交額 喜歡看好的人比較多 因為可能說回市場 對於互心300指數 他們覺得4500點 是一個底位 我想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位 所以在這些位置 他們覺得如果是一個健康牛的假設的話 他們覺得這些位置更加適合買入 而且是一個短期的部署 雖然面對著很多很多波韌定因素 例如中美的磨擦 領事館的事件 再加上疫情的爆發等等 這些情緒 其實已經不能夠影響到 A股的一個很大的 成為一個很大的影響A股的因素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 反而是 其實現在整個世界都是在水浸 就是說很多的資金是湧入股票市場 包括外資的資金 你看看北向的資金湧入去等等 其實你說如果對比起2015年 大時代的話 我們覺得還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如果你說真是一個健康牛 你用2015年去做比對 例如融資融券的數字 都未到頂 22000億 現在只是13000億左右 真是中央對於場外的配資 再加上融資融券的控制 其實是一個合適的時刻 因為避免太多的融資 令到造成一個很大的泡沫 造成好像2015年的融斷事件等等 所以這個我們俗稱為一個健康的市房 而好像圖表所說 你說護森三角指數 綠色的位置其實是一個紅市的市場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通常牛市內地方面的感覺 就是比較短的 走得快走得急的 但紅市有機會其實比較長的一直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這個圖 就是Kennif想說的一件事 綠色的時候就剛剛這樣倒下去 而現在就是一個 究竟我們會不會走回一個健康 不知道是不是豐牛 大家希望是健康牛的狀態 所以也解釋了 為何今天這麼多人 是做一個正向的ETF 沒錯 因為其實如果看圖表的話 每一次 無論是2006年至2008年 2015年 其實牛市是極短暫 而紅市相對較長 主要原因是因為 投資者是以散戶投資者為主 超過八成散戶 A股 A股現在來說 其實以往八成的投資 都是成交額 我們來看八成都是散戶 但是有七成 即以往有七成 都是散戶控制住流通股數 但是隨著MSI納入 其他世界的指數都納入A股 很多機構都紛紛增加了A股的持倉之後 再加上互聯互通機制的一個額度提升 令到很多人對A股開始有信心 再加上A股的股值很便宜 特別是互深300指數 相對便宜 相對 為什麼我們想用一些ETF產品操作 或者看好或者看淡都好 我們可以看回剛才那張圖 因為可以細心地閱讀一下 那種ETF裡面 大家需要留意什麼的風險 Kennifer留意到 基礎貨幣其實是用人民幣的 但是我們交易其實算是用港幣的 某程度上這個產品 其實我們是要考慮人民幣升跌因素 可以這樣說嗎 絕對是 就是說如果投資者買開A股的實物ETF的話 例如一些南方A50 或者護深300指數的實物ETF 其實你會見到 它是很多時候都用港幣計價 也都有人民幣計價 就是人民幣計價做一些教育 就是八字開頭 但是你說如果不想有對沖貨幣風險 就用八字開頭 直接用人民幣 買入人民幣計價資產 就不會承擔這個風險 但是如果沒有八字開頭那些 就會承擔貨幣風險 那升的時候人民幣就好 跌的時候就要留意 所以這些產品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 這些產品就有利用 如果人民幣貶值的話就沒有利用 所以其實投資者怎樣比對呢 我建議如果真的要比對護深300指數 就用回護深300指數 港幣計價的ETF的回報去做比對 OK 另外我看到 其實大家可能那些 加益費用那些 很多投資者其實都不是多利 因為看到你其實都每天計算 在裡面的比例其實是很小的 不同的ETF商都是一樣的 但是中間有一個 就是每天的追蹤的誤差度 其實都是有一點的 可不可以說一點 其實在什麼情況大家需要留意這個風險 其實當你買過黑之前 你已經要知道所有的加益費用 就是我們這裡看到費用比率 就是包含了管理費 再加上所有的托管費 行政費用 就是已經是整個ETF的支出 如果投資者會問 那什麼時候會收這個費用 其實我們這個費用 已經是在資產淨值反映了出來 每天我們會扣除了 大概0.02至0.04%的行政費用 就是說如果你將這個數 乘回365天 就會是等於我們2%左右的水平 OK 今天很多 每天除了開業很少 是 每天除了開業 因為這些產品都是那句 不要做太長線 我們做一個投機性 或者做一個防守性的策略 所以管理費基本上是可以忽略 因為你可能做兩個星期 你將0.04 乘回10天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 但我聽譬如反向產品 所涉及的控制成本 其實是比正向產品高的 會不會是意味我們拿著反向產品 是真的要想清楚 不要想著長攤在那裡 會不會那個市販反彈回來 沒事了 跌回其實我的東西不會輸那麼多 其實比正向產品需要更加拿捏得好 那個時間的觀點 要看回槓桿 因為現在是目前來講一倍而已 如果真的做兩倍槓桿的話 就真的要小心了 就像我們的恆生指數反向產品一樣 你當恆生指數 夾升到2萬6千點左右的水平 2萬5千多的時候 其實很多散戶都繼續坐著火 但當你確實了一個轉向的時候 你的對沖部署已經要停止或止蝕 這個就是正常的操作 就是始終看淡不應該做太長的部署 習慣了不想走 繼續坐 這個就是一定要教育 所以如果你坐著的話 你就會發覺 這些產品一波動起來的話 就會有損耗 另外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見今天四個市場上的產品 都是追蹤互心300指數 我這麼久 譬如做節目都知道 很多外資都喜歡看互心300指數 其實是否就是單純這個原因 還是有其他的考慮因素 大家更加想 有些人問我 你為甚麼沒有追蹤創業版 為甚麼沒有心證 為甚麼不追蹤中證 為甚麼要互心300呢 其實為甚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互心300指數相比起 剛才Debbie說的那兩隻指數 波動性較低 如果是加槓桿的話 投資者會較容易接受 如果真的去到創業版 一天漲跌幅可以有6% 特別是一些科創版 大家知道科創版上市很熱烈 其實它是沒有上限 你看到某些公司的上升幅度 是可以去到200% 所以對於槓桿產品來說 就會很容易輸掉全部的本金 要對沖起來都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決定選一個 出大盤股 我們叫互心300指數是大盤股 我們覺得分散風險之餘 流動性高 對沖起來都夠容易的 股票的指數 去做一個槓桿或反響產品 其他指數會否考慮 如果這個成熟之後 其實會的 因為在其他市場裏面 例如中正500 或者當一些指數 期貨是足夠活躍的話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些相關的產品 因為證監上面 它是沒有嚴格規定 是什麼類型的指數 它只要說是中國A股的相關指數 都能夠做一個槓桿反響產品 你提到中正監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因為這次包裝這些產品 其實從以往的一些ETF有少許不同 以前我們比較多接觸的 A股相關ETF 就以實物為主 但是這次的槓桿或反響ETF 它就說明是以掉期做基礎的一些產品 我聽到掉期 就馬上耳朵就會豎起 怕怕 你也知道 未被刺案之後 怕有多少掉期 全部都是場外的產品 你不知道會否有交易對手風險 可否解釋一下 到底掉期 這件事是什麼來的 以及會有什麼風險 Debbie帶了一個重點 就是對手放風險 這就是最大的風險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以往 熔斷的時候 一些A股的非實物ETF 即合成ETF 其實有一個卻步 因為當時看到一個很大的日價和折扣價 導致投資者覺得 為何ETF都可以有這麼大的差距 沒有市場價格的報價 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 可能一些調期合約的時間 的益度 我們叫做到期日 是比較長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這一類型的產品 因為我們要每一條倉 我們基本上每七天就會自動計劃一次 所以其實調期 不要想到太複雜的東西 其實就是跟一些第三方 一些投資銀行 我們叫做都是受到證監規定的 監管的一些投資銀行 例如其實我們上網站都有的 例如瑞訊 JP Morgan UBS 這些都是我們的對手方 所以說對手方的風險是什麼 這些投資銀行結業 就會造成一個風險 但是至於調期是什麼呢 其實調期是一個很簡單的合約 就是說我們希望想達到2%的護心300 例如護心300指數升了2% 我們希望可以拿到4%的回報 我們就用調期這個合約 我們把筆錢買了一張合約回來 第三方我們叫做一些調期的發行商 就會給我們一個4%的回報 就是這麼簡單 他們背後怎樣做對沖 是他們自己的操作 我們就需要買一張合約回來去做 所以大家要明白多一個道理 這次這個本身是一個什麼形式的 經常都會說NAV裡面究竟是什麼 自從旗遊出事之後 每個人都會追看NAV什麼 列出了給大家去看 當中看到 譬如護心300每天反向的產品 有超過50%其實是現金或者存款 它的比例又比起 槓桿兩倍的正向為多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倍和兩倍的分別 如果我們用兩倍的反向 其實現金比率就會調低 我們就會增加了調期的exposure 就會好像兩倍 7、2、3、3個正向的產品一樣 所以這個投資者就要看 風險程度有槓桿一定是高一點 而沒有槓桿的現金比率會高一點 所以這個投資者如果真的拿一些反向一倍 是怎樣都舒服過一些反向兩倍的產品 是的 如果進取一點 大家知道有槓桿方面也需要承受風險 最後不如說一些操作 譬如正向反向都是追蹤A股的話 其實如果我想捕捉A股的趨勢上 我見你們之前都建議了一個模擬的測試 給我們看 如果過去一年我們要追蹤A股 其實拿著正向反向應該是怎樣操作的 我見你操作成五十多次給我看 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按照整個A股市場的情緒 對 我們叫趨勢交易 因為A股剛才所說的散戶主導 散戶主導就是指數升我跟著買升 指數跌我跟著沽 我們發覺這個交易的模式 到現在仍然都很合理 所以我們做了去年 做了一個back testing 就是一個指數的回測 我們當護心三角指數升了1%的時候 1.1%的時候 我們就買入兩倍正向產品 直至到護心三角指數跌1.1%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轉倉 去到買一個反向的產品 就是如此類推 一年 throughout the year 裡面 其實交易是有55次 但是回報是高達110% 你也是嚴格遵守1.1% 嚴格遵守這件事 因為我們back testing 就是我們基金經理 或者我們自己研究出來的 一個叫做量化交易 這個量化交易就是 做回最好的一個回報 就是發覺是1.1%的時候高追 因為追掌殺跌 到現在來說 這一刻 都是A股投資者的一個習慣 當然未來一定會轉變 但目前來說 仍然都是一個很合適的投資者 下次你可否幫我計算其他產品 即是行指正向方向是多少% 我又嚴格遵守你這個 大家可否賺多一點 可以想想想 今天謝謝Kenneth 我們詳細解釋了 是ETF市場或者產品的操作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都可以幫你問Kenneth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在YouTube那裏 就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有什麼新的財經資訊 都會馬上 alert你們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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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